那第二个就是你如果有部题 或者是现场直接写的题目 我们通常呢 如果有一些临时起义的问题 那我们也就会使用这一个随堂测验 把它打开 它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画面 那如果你是随堂写的 你就在这个问题上面 比如说请问各位老师 一加二等于多少 就可以用手写的方式写上去 那如果你是那个事先部题的 你已经把那个内容都写好了 那我就可以把这一个隐藏问题 这个把它点一下 上面这一块我就直接 其实我就是直接把题目先布在这里 那这个是答案区 我就不用出现上面手写那一块 那如果你是现场要写的 你可以用笔直接在这里写 你也可以把这个打开在上面写都可以 好那请各位再扫一下 因为刚刚你是连接在自己的课程 那麻烦现在 因为我们要 我们现在要跟我做互动 所以请各位再扫一下 进到我的课程出了一道题要问你嘛 所以我就去百宝箱里面 点了随堂测验 点了随堂测验之后呢 点了随堂测验之后 假设我 我上面刚刚已经写好题目了 假设我 假设我题目写在这边 1加2 等于多少 那各位要用哪里回答 已经有同学把答案写上来了 所以他其实就是用刚刚我们这里有没有 Quiz的这个地方 就是问答题 所以请各位点选手机上面那个 那个问答题的地方 然后他会出现一个类似手写版的功能 那各位可以用笔 点一下笔 然后直接上面写答案 点好之后呢 一样传送出来 一样把它传送给我 所以你的布题呢 布好之后 或者你手写问好题目之后 学生会在手机上面 写版上面直接书写答案 那我们就是用这一个功能进来 那进来功能 进来之后呢 如果你要开始跟同学讨论 我就是把答案点开 这就是同学写的答案 那你也可以一次全部点 一次全部点 点开 然后一次关起来 所以你要看你要翻谁的都可以 再点一下就是 再次盖牌 那 这个地方呢 也可以直接 按这里是 直接进来 是一样 这里跟这里是一样的地方 所以这个是第2个 即时 问答 随堂测验的功能 我再来就要看 我真的要看 他现在就要看得到 那我看得到 然后呢